很多开车族应该觉得太可怕了 因为最近怎么每个星期油价都在涨 坏消息呢 下星期汽柴油每公升又要涨 而且可能要涨六角左右 如果下周国内汽柴油每公升涨六角 985千汽油价格就会打破2008年7月2号 所创下的37.6元历史最高纪录 而955千汽油与超级柴油也将逼近新高价 骑车开车民众这个周末别忘了把油箱加满 感谢观看